那么我们为什么发力,这一下我们击打不实呢 就是因为引拍的时候,我个人觉得我们三点做错了 引拍的时候僵硬,加速的时候匀速,最后的时候没制动 对,就这三点 你想想是不是这样,其实任何的发力都是,帅你拉一个 引拍时放松,好,机球时加速,最后时制动 才能完成这版爆冲弧弦球,对不对,或者是我们击打 但是我们容易出现什么呢,引拍的时候,我僵硬了 然后出球的时候,我加速的这一块,就加速这一下 我可能太匀速了,你做一个 加速的时候匀速,对 对,你看这就是匀速,看似动作用了很大 但实际它发不上力 最后的制动呢,你看这球就明显没有制动,都甩扭去了 对,别加臂 对,看 看似发了很大力量,但真正作用在球上面 没劲儿 那我其实教大家一个练习的方法 就这个方法是我小的时候练习爆发力的 就是你拿一个球,然后你这样,就像我似的,你直接这么打 对 你看你能不能打出力量和速度来 这个是提速收臂的最好方法,你试一下 或者用拉力带 对 对 你前期再放松点 哎呦,就要打脸上就得肿 对了,前期再放松点 你看他练习手臂是不是非常好 确实是 对,然后你反手试一下 对,再放松 再放松 对,这个是我们在练习发力里面很好的一个方法 还有就是大家可以买一个拉力带 对 因为就是你收臂的这个提速提不起来 就你太匀速了 所以它这个力量它出不来 你买一个拉力带,练这个 练这个提速 其实力量的产生不是我这个手臂 加大动作 而是这个整个手上的动作框架 这个提速 对,速度起来了,力量自然就大了 对 加速,集中一点 加速 对,大家就是关键是这一块 太多了,球们 关键是这一块 我个人觉得我们好像稍微做的有一点点 就是慢了 所以还有就是引拍放松的问题 这个得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引拍放松 我不知道大家在引拍的时候能不能感觉到放松呢 能 好,那就可以 其实前期是你必须要放松的 无论是哪一个球 你看拉球也是,球们 看 然后搓球也是 它在任何一个动作的引拍情况下 它的这种放松呢 不是让你完全就是这种松弛状态 而是我把拍子怎么样 握住 不用握紧 就是握住 引拍 在引拍的过程中 无论是拉还是打还是反手 它必须得是松弛的 你才能有一个提速 那这个提速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收臂这一下别犹豫 快一点 对,你收完 你看 帅 你看 收完 对,收完 非常好 你现在爆发力已经非常好的水 对了 对了 你用正手的方法打反手 试一下 你愿意 对的 引拍 等等点 再等等点 引到身体 对了,引到身体 引到身体 对 就这个距离感还是在这儿出去的 再回来点 再回来点 再更好 对 好一点点 所以你看 你正手的爆发力就很好 因为你正手的结构是外展内收的 就大家很多都感觉到反手用不上去 对,反手使用不上去 对 我给你打一下 大家可能有这个感觉 刚才摔了正手的做 这个动作 你看 球友们这一下动作 你别犹豫 收的别犹豫 并且呢 你按照就像跑步似的 我最后50米 我100米 我必须冲刺 嗯 相当于这就是一个冲刺 你看 不发力的 发力的 不发力的 发力的 不发力的 发力的 我跟大家说 就是一发力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力量的产生 是通过我这个手上加速而完成的 你一加速 动作大小不变的情况下 它自然就有力量了 对 反手也是这样 球友们 你看 眼盘 正好 正常 正常 加速 正 正常 加速